终于找到了 走上山找碉堡 左右都有 左边一个 看到没有 在前面 东边也有一个 我们先去看东边的 终于找到了 我们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两个射击孔 这个地方应该像是一个战壕 目前被这个废弃的竹子已经填满了 在碉堡的顶部啊 你们看 这有一个孔 你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是通风口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了 可惜已经被完全堵上了 一个射击孔呢 朝向的是东侧 也就是上海的方向 那另一处射击孔呢 朝向的是西北方向 下面呢 就是板仓街的大路了 我们再来看西边的碉堡 这处碉堡跟东边100米的碉堡呢 相类似 也是两个射击孔 一处朝东 一处朝西北 不过这两座碉堡啊 并没有在南京保卫战中 发挥明显的作用 没有经历过战斗 所以他俩保存的比较完好 在紫金山的西北处啊 有12座民国时期修建的碉堡 他们是当年民国承赛组 在1930年代初 修的第一批碉堡 为什么会在这里 修建这么多碉堡呢 紫金山的西北方面啊 它的地势比较陡峭 另外呢 山下的交通道路呢 也比较重要 这些碉堡的选址 还有后期的施工呢 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些 它们的射击孔 它的射界比较小 你看它们的碉堡 只有两个射击孔 而后期的碉堡呢 会有三个射击孔 甚至更多 这些碉堡的水泥质量 还是非常好的 快90年了 你们看 它的表面水泥啊 基本上都没有剥落 还有当时修建时的印记 所用的钢筋呢 据说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钢筋 无论如何啊 这些碉堡呢 是南京保卫战的历史见证 希望它们能够完整的保存下去 发现南京跟飞哥一起行走 咱们这次来谈计